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启动番茄血糖报警器TOMATO M5 侧面红色按钮是开关 然后根据屏幕上的提示 我们来设置无线网 打开手机设置找到无线网 连接TOMATO M5 好连接好了 然后根据第二步的提示 在手机上打开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 看我已经输入好了这个网址 然后连接你所知道的那个无线网 然后输入密码 我已经输入了密码 然后点连接 报警器上面也有反应的 好 已经连接了这个无线网 同时也要确保我们手机上面的无线网也是和这个无线网是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设备的无线网就已经设置好了之后呢 这个屏幕上面又给我们了提示 就是在我们手机浏览器上输入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根据不同的设备 它的网址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设备上这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已经输入好了 输入好了 然后调转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打开番茄APP 我的设备里边 最后面有一个M5设备 然后点击一下 复制这个分享码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分享码 把刚才复制到 粘贴到这里 好 往下滑 有一个时区的设置 我这里的时区是8 所以我要设置8 然后点保存 好 我这个包紧器上面就已经设置好了 已经显示我的血糖了 那么的话 这个键的话是调节这个设备的亮度 这个键是设置30分钟免打扰 这个键是设置不同的界面 这个是日志界面 然后返回来 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固件升级 那么就点击这里 然后固件升级 点击一下 升级成功显示 操作完毕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